弟兄姐妹 我们进到新的一年时 总是期盼能有新的转变 好的改变 但在带着一份新的期待的同时 我们是否也对去年存有一些遗憾呢 这遗憾也许是我们不够爱人 不够积极传福音 不够节制抵挡一些老缠着我们的罪等等 但我们若是真的悔改 就必会有真改变 才不会在原地踏步 以至一年过去后又再为同样的事来遗憾 当我们说到悔改时 要认识悔改的两面 第一悔改就是要转离恶 恶包括了一切的偶像、罪和恶行 不但是人的道德水准所教导我们的善恶观 更是神眼中判为恶的事 这些我们都要拒绝 如果我们不抵挡恶 就会越来越被恶所剩 越来越习惯恶 以致慢慢的也会觉得 恶也没什么大不了 第二就是要转向神 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一个偶像或罪 但却没有转向神的话 那他只是从一个偶像换到另一个偶像 从一个罪跳到另一个罪罢了 但人是终必要与神和好 尊主为大 才能讨神喜悦 并且幸福有能力的 神也是一切善的源头和标准 所以如果只有离开恶 却没有转向善的话 那个悔改只是短暂的 很快的 人又会被恶掳掠去的 我们罪人的体质 本是恋慕恶的 若没有与神亲近 而从他得力的话 根本无法挣脱罪的势力 而且转向神 也意味着转向神的使命 和神在我们生命的目的 有些人也许认为 他们没什么大罪可悔改 但真正的悔改 不但是因明显的罪而悔改 也是因着虚度光阴 没有意义的生活 或是自私的 只为自己活而悔改 所以如果一个信徒 一直以来都没有为天国而活 反而只有追求地上的事 那他也需要改方向 悔改就是要改方向 从世界转回天国的方向 所以真悔改 是绝对带有实际的改变的 如果我们只是留在亏欠和自责 那有什么益处呢? 真正有诚意的悔改 是愿意改进和补偿的 神在旧约教导说 他既犯了罪 有了过犯 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 或是因欺压所得的 或是人交付他的 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 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事 就要如数归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 要交还本主 在路加福音十九章 当撒该悔改时 撒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扼了谁 就还他四倍 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 不只是为自己的不好 而难过而已 但他是会有实际的行动 补偿和改变的 就连世人都有将功补过的观念 更何况是神的儿女呢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的补偿和行为 不足以为我们赎罪 而耶稣本身完美的赎罪祭 已经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洗干净了 可是神的救恩不是要给我们借口 不负责任或留在固执的罪中 乃是要我们伸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 因此一个真悔改的人 是拿定主意要决断改变的 而改变要怎么来呢 我们知道靠人自己的力量 必定不行的 但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的 起码我们可以与神合作 首先改变是从一个人 能忠于神的话而来的 无论怎样 我们都要决断相信 神的话超越一切 人很奇怪 总是宁可相信情况 自己的判断 感觉 其他人的话 也不愿相信神的话 所以就容易动摇 也一直突破不了 但当一个人把神的话 当成他的指标时 他就会让神的话牵动他 走正确的路 做对的事 神的话能拿走我们的疑惑 拿走我们爱罪的心 也提醒我们 神赐我们的更高的呼召 以致我们不会迷失在世界和罪里 另外 我们也要决断不放任罪性 反而顺着圣灵 我们虽不能完全脱离罪性 但我们可以不听凭这罪性 不放任我们的罪欲 若要有改变 我们要远离和逃避试探和罪 一切有可能刺激我们陷入罪的事物 我们都尽量不要接触 然后我们要多欢迎圣灵的感动 多把自己放在蒙恩的团契和环境里 多投入蒙恩的祷告 读经和敬拜 以致我们能越来越恢复 一个纯净和以天国为导向的心灵 最后 我们若要有突破性的改变 就要天天改一点 正如一个运动员 要锻炼体力时 虽然不能马上 练得体力非凡 但每天忠心的锻炼 必有其功效的 同样的 我们要与我们的肉体 罪性 得过且过的心态 争战 也很难一步登天的 从体贴肉体 和只为今生而活 转为顺着圣灵 和为天国而活 但每天再近一点 有心蒙恩一点 日子过了 我们会惊讶地发现 我们又比之前蒙恩许多了 弟兄姐妹 在这2019年的开始 我为自己和各位的祷告 使我们都能有更好的转变 更少的遗憾 而只有当我们再次有真悔改 和愿意付诸行动时 我们才能在2019年里 经历美好的突破 愿神祝福也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